兄弟们,啰嗦了,昨天晚上没有怎么下雨,下得很小,然后今天白天又下了好大的雨,这个鱼塘的水位啊,慢慢的慢慢的在涨,还有一米的极限,涨到一米之后,这个水就会从防风道那边流出去,鱼就会逃跑,像样子,防风道那边,我要用那个拉网,拦起来,不然的话真的,鱼跑拦了就啰嗦了, 这里面的鱼现在好多都一斤以上,两斤三斤四斤都有,未来四五天都是下大的,最上面这个排水口都被完全淹没了,水完全排不及,那雨下得太大了,下得太久,闪电,我感觉我要回家,我平身最怕的就是闪电,打雷, 昨天捡了垃圾,昨天捡了垃圾,山里面好多垃圾又冲下来了,捡完了这个垃圾, 排都赢了,真的排都赢了,真的排都赢了,这闪电,不搞了啊, 老天爷啊,不要再下雨了,再下下去这个鱼塘就啰嗦咯,现在我们还是回去哈,再打雷闪电,我比较怕这个哈,上游老下游小,中间还有老婆要养,万一出了个意外怎么办,荒山野岭的,出了意外都没人知道, 然后等不打雷了,雨下小了一点,等我拿那个拉往来,拦到那个防风道,防着雨逃跑就可以了, 人是铁,饭是刚,一餐不吃饿得慌,现在来鸡村院做饭吃啊,先把肚子填饱,现在这个雨下小了, 走,满了一点肉,用你们做饭吃了啊,这个雨,估计今天要下一天,我只求这个雨不要下大啊,多大一点啊, 咱们先把这个米饭煮上了,嗯,吃饱了好干活,嗯,大家看看, 这么长的辣椒,啊,20,将近25公分长了,你们的有这么长吗,25公分,这个就更长了,嗯,最少有27公分,这是歪的哈,那是直的就好, 现在这个猪肉涨价了哈,15块钱一斤,啊,我们也买的是五花肉,但是给人的感觉哈,这个肉看起来不打第一, 啊,今天买的都是肥肉啊,我感觉,他再看一下这个是啥,啊,把它切掉, 还是肥肉,这次买的肉不好哈,感觉都是肥肉, 这个煤气有问题,那,烧一下,把这个锅啊,烧的乌起麻黑了,要换煤气,现在开始做了哈,放一点点油,啊,把这个肉啊,焯干一点,全是肥肉, 没怎么处理啊,没怎么处理 比较更漂亮啊,有点好多了, 才准备一下,放一点点油 鸡肉 做好了 老板忙完了 刚好我饭也做好了 吃饭 我只需要五分之一就够了 其他的都是你的 老板这是衣服湿了还是干嘛 你动两下 整个衣服都湿了 裤裤湿了没 湿了 你是真湿 你动一下就全身出汗 衣服都湿了 吃饭 放水 好吃吗 没事啊 现在喂完东西就没事了 下雨的你什么事没什么事 我觉得下午没事去你鱼汤抽烟 咳咳咳咳 吃完就去 我们下期再见